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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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你们之所示的真理 正如我们在灵性领域中不断提醒你们的 放下你们对你们不值得被上帝爱或上帝是否真实存在的怀疑或信念 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们是有着暂时与源头分离的体验的神圣存有 你们知道与源头分离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们有深刻的内在知晓 你们与源头合一才是你们之所示 这是你们永恒 坚不可摧 不间断的存在状态 没有东西会与源头分离或独立于源头 因为源头就是一切 因此你们也是 你们在人类形态中的体验是完全不真实的 然而由于你们拥有上帝的力量 因此你们能够构造出一个不真实的现实 我重复一遍 这是一个不真实的 但对于选择进入的人来说 有着看起来非常真实的存在状态的现实 在这个现实中 你们落下了关于你们真正之所示的知识 不知道你们的真正之所示是一次毁灭性的 令人震惊的 恐怖的 强烈的诱发精神创伤的体验 精神创伤是让你们感到孤独 分离 被拒绝和被遗弃的痛苦信念 当你们作为人类形态出生为人时 经过产道的旅程完全证实了这种无效的信念 并把它当成真实 深深植根于你们之内 当你们同意以人类形态化身时 要让自己摆脱这种不真实 是每个人都选择承担的任务 这项任务的主要方面 首先是你们个人认识到人类对于分离 排斥和遗弃的信念的无效性 这能帮助人类也意识到这个道理 并觉醒过来 你们 你 你们个人的自我 以及全人类的自我 现在开始意识到现实是巨大的 这个现实比看似无限的宇宙要广阔得多 在这个现实中 作为人类 你们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意识斑点 在看不见 感觉不到 意识不到的物质环境中 非常困难地运转 然后死亡 你们想知道我在这里是要做什么 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从这种恐惧和困惑的状态中产生了一种信念 也就是 生命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持续斗争 并且总是会失败 因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人类生存的终点 但是 由于你们建立的内在的进化可能性 是你们构建的不真实现实的一个方面 人类发展并扩展了他们的智力能力 已经超越了目前的灵性和智慧进化状态 这导致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大范围扩展 它缺乏必要的智慧 无法以适当的辨别力和审慎 利用这些知识来造福所有友情生命形态 实际上 众所周知 你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智力 科学能力 让你们能够继续对支持你们的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你们现在意识到 如果你们不停止以自我为中心和自负的生活方式 那么你们对这个美丽的星球和它的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 会很快终止它支持任何友情生命形态的能力 因此 现在必须改变你们的集体态度和行为 好消息是 由于人类对只有爱是真实的集体意识的日益增强 重大改变终于开始生效 这会让你们的活动中的最具破坏力的活动结束 然后开始进行必要的主要清理工作 以恢复并修复已经对地球造成的不合理的损害 随之而来的是 地球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这会导致一种环境 这种环境为所有生命形式提供一个更加平衡的行星规模栖息地 而不会有极端气候模式和地表温度变化的极端情况 觉醒人类的未来是最有力的 作为光之承载者 你们的任务是发展和分享对人类未来的巨大乐观 因为你们知道爱的海啸 你们每个人都是最重要和最美丽的元素 正在强有力地增强它对人类集体和个人的内心的影响 觉醒进程正在唤醒全人类 让人们意识到存在的一切都是爱 这个进程即将完成 因为你们都已经设定并保持着唤醒人类的意图 而这种意图不仅是你们的意志 而且还是神圣的意志 现在也正在成就最美丽的成果 因此这确实是该庆祝的时候 尽可能多地抽出时间进入内在并设定意图 知晓当你们受到爱的神圣指导时 你们的个人意图是非常强大和有效的敞开心扉 让爱能够拥抱你们 并向你们保证 一切都会按照神的计划精确地前进 这样做的结果是 你们内在的和平与信任会让你们感到惊奇 而你们知晓 一切好的事物都会在你们内在牢固地建立起来 从而增强贯穿每一个人的圣光 以最快速的方式拥抱和授权与你们互动的所有人 请记住 你们每个人都是集体觉醒过程中绝对必要且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而你们每个人都在这一刻带来了最美丽的完结 你们亲爱的兄弟耶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